卢州区成功国小旁的自行车引道 是民众前往和堤运动的便捷入境 但临近地面的桥下区块 却堆放许多杂物 不但有碍观瞻 也曾垃圾堆积的脏乱点 新北市员李倩平 接获里长陈琴办理会堪 建议设置景观花台 来绿美化环境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脏乱点 拜托医院 来帮忙这个地方来处理 来做绿美化 未来这边我们会来规划一个 就是高低有层次落差的一个花台 然后呢才在配合景观处这边 帮我们挑选一些半日照的一些植栽 然后来做这边的绿美化 李倩平也发现桥下中段相当宽敞 建议交通局规划设置U-bike 方便前往题外休闲的民众租借 这边呢刚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宽的地方 所以我们未来会请交通局 在这边设置U-bike站 拿让来这边运动啊 休闲的朋友如果他刚好没有骑脚踏车来的 就很方便在这边借用 对于议员的建议 新北市交通局和陆州区公所都表示乐观骑程 会尽速规划并完成设置 营造高品质的修气环境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费